青衣運動場上演的一場精英杯B組賽事 由進鋒對著潔志 進鋒這場三位外援都可以上陣 包括艾佛簡奴、卡爾特納和費尼普薩 但是開球8分鐘就失敗了 走掉了基爾頓給他右邊 扭完一輪後傳球出來禁區頂 就適合查理斯國河車 第一時間撞射 雖然不算吃得很硬 但是角度非常刁鑽 8分鐘就替潔志先開記錄 雖然落後 進鋒都很努力去爭取埋門 尤其是費尼普薩在右邊也幾次發爛 都搞到沙根巴耶夫有點狼狽 一而再,再而三也是靠他 這一次習偉傳出來 但是插進去的何思哲就把握不到 繼續是進鋒的攻勢 這裏應該是邵雲俊 一個殺到下去 但是沒辦法了 幾個球員包圍著他 只能撥到角球 角球 開了出來之後 這個拋物線 就是楊憲樂 搞到阿鵬也要飛一飛 這球球就是晉鋒的黃金機會 但是親眼看也不相信 何思哲在小禁區裡面 竟然吃不贏的球 就彈柱出了界 他自己也無法接受了 你不進 轉頭對方就進了 基爾頓 很簡單的一個攻勢 射門 雖然 林俊傑就扶出來 但是第一時間衝上去 保重的就是 顏卓斌 39分鐘 那都沒辦法了 你不進 轉頭就輸了 最可惜的就是查理史閣 上半場 尾段 這一下被腳之後 自己落地落得不好 就傷了右腳 要即時抬來現場 就接受治療 他自己當然很失望 因為還有一場大戰 跟尾 上半場 傑子領宣住2比0 下半場要換人 因為 艾伯賈奴似似乎搞不定 要由吳佳洋入梯 費利普薩的傳中 這次又是何思哲 這球球雖然 看上去有點危險 但是其實 葉卓文應該先淘汰了 這球球 就為傑子領先到3比0 這球球 基爾有心傳出去禁區 角度其實不算很刁鑽 但是勝在夠厲害 這球球球 這球球球 想幫忙解圍 就差一點 就搞到自己隊友 文尼亞斯就頂不認 但是那球球 浪費完一球投槌之後 把握了一次很好的機會 在六十四分鐘 拉開比數到4比0 兩分鐘之後 後備入替的 林洛勤 接應肺利普薩的瞄傳 破彈 追上一球 4比1 這球球球得到 很漂亮 比進去 這球球球都盡力 出來封 但是 林洛勤出腳也算快 傑子不跟你客氣 文尼亞斯 浪費球也多了 但是這球球也有一點建樹 右邊 習偉得贏了 葉卓文之後 把地球按出來 趙聰悟很容易 吃到球很硬 贏到5比1 當時只是78分鐘 米基爾 傳到這球 打算搞定了吧 這球都造就你了 這球球 推到大位 全開了 讓你第一時間射 左腳 竟然射中柱 他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 這球球 王陽大哥拿著球 雖然他跌低的地點 就是在禁區裏面 但其實淘汰他的位置應該是禁區外的 有點冤枉了 輸了球 十二碼 球證應該就看錯了 這球球 都成尺 軟 維基爾 擠入 博物社中間 贏到這麼多球 都可以玩一下 保時階段 憑著十二碼 就贏到 6比1 最後 這個也是最終比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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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